玄音公子 昭歌姑娘 可否 借意不说话 我 我有事 昭歌姑娘 要不等你想好了再说吧 我还要去书房看看 玄音公子 你是不是忘了 只要我能考上 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的 对 什么事 我 我 我能像你小易哥哥吗 这 这也算请求吗 当然了 这很 对你来说没什么 对我来说也是重大的 那好吧 你乐意就行 那你不能让别的姑娘也这么叫你 别的姑娘 是啊 是啊 我可是好不容易 经过这次考试 才得到这个奖励的 别的姑娘要是也这么叫你 总之 不是 反正 就是不太好了 我只是想说 行 你答应了小易哥哥 嗯 不许反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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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